来了好几年没来了 是不是 他这几年他只是给单位来办会员卡 所以说咱们个人就没有资格办会员卡 你是这样停的 他车是这样停的 是的 有停车线 好了下车 咱没有会员卡能不能进去 能不能买 以前那个早就不用了 我们好久没来了 我们重新办一个行吗 我们现在进来了 这个会员卡现在谁都能办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办信用卡 送60块钱就可以办会员卡 另一种就是交199块钱 送你180块钱的券 这180块钱的券可以一年有效 我们现在还没办 先进来看一下这个商品 值不值得我们办会员卡 看一下 然后再决定办不办 这个大卖厂还是挺大的 就有点类似批发市场似的 现在都原来红火了 现在是人少了 因为现在超市也都很多 网上购物也很多 看这大卖厂 这个就有国外购物的感觉 我觉得Costco跟着差不多的感觉 是不是 这是什么 卖真选卤汁牛肉 对它是牛肉块 98 98一包 这个不便宜 我们去看看生鲜 主要是来看一下生鲜 这是牛奶 牛奶的区域 这是饮料 小橘子 1.2公斤 19块8 这个包装 真的就跟Costco差不多的包装 都是这样 香蕉 牛油果 进口牛油果 720克 36块8 这个区域就是保鲜 蔬菜 蘑菇 进来好冷 这是蘑菇和蔬菜的保鲜库 老李 老李 看好这个奶了 咱这个卡还没办 你就开始买东西 原装进口的 你决定办卡了呗 19块9 80块钱 这是什么 凤梨 920克 来看看生鲜 牛排 三文鱼之类的 它这猪肉 它就给你分得很细了 就是各个部位 都分得很清楚 猪蹄子 这一盒是56块6 都剁好的 来这儿呢 这儿呢 直播呢 在直播卖三文鱼的 这个这么红 应该不是吧 是 这块90块3 带皮的剥 这个是吧 你看是三文鱼 还是那个红尊鱼 是三文鱼 是三文鱼 这个它是 258 一公斤 这一块呢 是90块 03毛 拿这块吗 行 够不够了 来两块吧 够了 吃完了 这是酱的 酱货 酱猪肝 酱耳朵 那个是酱牛肉 哇 还有大馒头呢 大馒头 大花卷 窝窝头 这上面 这是牛肉 然后这一套呢 是69块钱 回家就可以下锅煮着吃 这是烤鲜鱼 这一半呢 是39块8 烤鲜鱼 咱家里还有一块 这是烤肘子 嗯 肘子 这块肘子48 这出去玩吧 直接带的便当 就可以了啊 这块羊排68块钱 哇 这个鸡有点像那个美国 这是火鸡还是 这不就是那个鸡吗 一般的普通的鸡 二二两口鸡 在美国卖5块钱 比这个还大 这个是39块8 这个是火鸡腿 火鸡腿 是49块9 这是烤鸭 45块8 这是西班牙厂是吧 意大利 这太肥了 不吃 在油轮上天天吃 这个是生的 生火腿 这个也是生的 以前来这个地方 培根是必买的 去看一下 有没有速冻的三文鱼 这个是饮料 葡萄汁什么的 这就是这个三文鱼 三文鱼是鲑鱼的一种 它有没有切一块一块的那种 看 这是冻的 冷冻三文鱼 一公斤 一公斤 148 74块钱一斤 那挺好的 拿一个吧 到什么样 行 先试试 这边进口的牛肉 我看一下 这一块 这就是牛那条 这一块 这一盒是192块钱 它这个一看里边都带雪花 肯定能好吃 这个也是牛排肉 这个是98块三毛四 我觉得这个煎牛肉也能好吃 是不是 我觉得这有雪花能嫩一些 今天买了这些 两份牛肉 三文鱼 冻的三文鱼 三个三文鱼 鲜的两份 鲜的两份 然后一份奶 我行 再买点牛肉 老李说啥不让了 哎呀嘞 随时买就吃 咱进一趟城 咱不是天天进城 你知道吗 天天进城 这都吃两个星期 哎呀 我这人吧 下手就是狠 我行 来一次呢 多买点 老李又开始了 让我打住 看着牛肉真的挺好的 想多买点 老李你喜欢吃牛肉 就多买点呗 不说话了 刚才我要买 说他不让买了 家里边还有些牛肉 还有些牛排没吃 那是牛排骨 还有些牛排骨 这个牛肉太肥了 咱不敢吃 看看这个 这个是安格斯牛肉蔬菜饼 它这个是现成的 买点面包奶酪吧 老李 面包奶酪 有有有 那边那边是什么 那边还有冻的 那边是火锅类的 是火锅的 那你面包 切片面包来一个 这个羊角面包 在美国吃的就挺好吃的 这个是29块8 榴莲有20块钱的卷 为了这20块钱卷买个榴莲 这个多少钱 147 147 那减20的话127 去结账 还有两个4T的 一会儿办 这也办了坎了 以后就上这买东西吧 进口的东西比较多 相对便宜 过来就是买三文鱼和牛肉啥的 尤其是牛排 要是牛腱子吧 还是买咱们市场上的鲜牛肉 牛腱子挺好的 他这就买牛排行 三文鱼 冻的都行 这边是红酒区吗 说这个开减50了 好 这都扫完了 这奶好吃 结完了账 还有两种提前扣款了 是吧 你就看到了 得出去拿 我们线下结完账了 有两种是在线上搞活动 已经付了款的 就拿着了 这真挺麻烦的 好了 购物结束 一会儿算算账 这些花多少钱 这两个是线上买的 线上买的话 他给便宜了 是不是 这个是88块钱 这个是130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是210 这可以放起来的 再就是榴莲减了20 然后这些呢 一共捡了50块钱的卷 这是七张卷 还是八张卷的 但是啊 你就用了一个50的 今天只能用一个50块钱的卷 50的 下次 还有10块的 下次再用 哎呀 这购物还挺累的 大卖场有点大 一共花了多少钱 再花了这个464块86 我花了210 再加210 675块钱 674块86 今天购物结束了啊 朋友们有想来这买东西的话 可以借鉴一下啊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吧 感谢收看 下期见 拜拜